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五环外的一所打工子弟小学毕业以后 因为学籍问题离开了小伙伴和爸妈 独自一人回到老家读初中 像俊峰这样跟随打工的父母在外地生活的孩子 我们称他们为流动儿童 专注流动儿童教育议题的公益组织 新公民计划的项目负责人何染告诉我 根据教育部2015年公布的统计数据 全国的流动儿童大约有3426万 我叫何染 我们服务了特别多的流动儿童 而且我们见了非常多的孩子 我每次去学校的时候 特别是明白打工自己学校 然后就很多的孩子又跟我讲 老师我马上要毕业了 我要回老家上学了 然后他们每次跟我讲这个事的时候 其实我没有太多的想法 因为我好像觉得说 因为他们没办法在北京上初中 然后那要中考要高考 那回去就是必然的一个选择 十二三岁的年纪 然后回老家然后上学 就短短的两年一年甚至更短的时间 就不读书了或者是辍学了 就中间他的那个变化是怎么发生的 但是我在机构的所有的项目资料里面 没有关于这些孩子返乡之后的 任何的记录也有一些 但是是他们做流舌儿童 就是顺道踩到了 关于这个群体的一些信息 但是是很数字化 就是比方说他们更孤僻 他们在同伴关系上比留守儿童更差 数字是没有办法让我们想象的 我就非常想弄明白 就是说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留守儿童他们有一点好 就是他们和父母是在一起的 而且他们的父母 一般就我们都知道住在 可能住在城通村 或者是武汉州边 那种房租比较便宜的地方 这边会有一些 专门为这种群体所存在的 打工子的学校 那一个学习收费 北京为例的话 现在三四千四五千块钱一个学期 他们没有办法进公立的学校 第一个是确实北京的政策 城市升级嘛 他希望人口稳定在一个比较适宜的数字 在这一块的话 教育其实是可以筛一波 他想留下的那一群人的 我们所说的这些群体 他就像我追踪这个项目 他父母很多都不识字的 可能不是他想留住的那群人 我自己就身边不管同事也好 还是北京有很多的朋友 就所谓的精英阶层 就虽然他们都有很多小孩 我也见过在所谓那种贵族学校 一年几十万学校的孩子 就你可以明显看到 就是比方穿得很整洁 非常有礼貌 就我经常在他们用一个 身上用一个词 就是说不动声色的大人 就像小大人一样 就是什么东西都会懂一些 然后感觉很见过世面 男生就还感觉 就在小时候班上的 成绩很好的 很有礼貌的温润公子 我感觉 然后女孩子也是 就比较开朗活泼 教养极好的那种感觉 孙俊峰是个很安静的孩子 他长着一张娃娃脸 刘海很厚 遇见陌生人的时候 他总是习惯性地低下头 让前额上的刘海 挡住自己有些不安的眼神 采访前 我带俊峰吃了一顿工作餐 十三四岁应该是男孩食欲最旺盛 最长身体的时候 可是俊峰自己打的餐盘上 每份菜都是少少的一点 我鼓励他再多去拿一些 俊峰每次都摇摇头 早早吃完后 他就这样双手握在一起 低头不说话 我2005年出生 5月3日出生在北京 我妈以前是做笔格 在笔格工作 然后现在她没有告诉我 最近她换工作了 然后我爸 一开始 好像在绿化工作 然后绿化不干了 然后就去送餐 麦当劳 有一个哥哥 他现在在筑马店工作 你哥是个什么样的性格 我哥不爱说话 那你呢 差不多 我妈妈对我很好 很少说我 就是特别关心我 我爸爸就是特别 对我特别凶 有时候还打过我 你爸一般会在什么事上说你 学习不好 因为打工自己学校老师的工资 是很低的 就在北京可能 就四五千块钱的 打工自己学校老师的工资 还算是比较高的 然后远一些的 像周边 什么房山啊 我之前17年 还听就同事去走访 还有一个月拿两千块钱的 在北京 就工资是非常非常低 所以这个工资 如果人家来北京混 就不是为了教育事业现身的 就基本上都很难以生存的 这样的薪资 其实很难吸引到 比较好的老师 或者是好的学校出来的老师 所以老师大部分就是 可能是一个小县城 或者小市里面 就是中砖 甚至是好一点 可能大砖的师范类的老师 师子上来讲 其实就差了一截了 但他其实在硬检 所有的很多方面 都是赶不上公立学校的 甚至农村的都比不上 那种农村的学校 都很大的操场 体育课 所以他们也会在人员上缩减 所以在北京 都还会出现包班制的老师 就一个老师 他语书外音速 我全都得上 从早到晚都是你的 就几乎我们在新闻上 现在能看到感动中国 那种老师 就是那个很穷的 伤霸子里头的一个 一个老师带一个学生 然后就他一个人教 才会出现 但在北京也确实 到现在都还存在 以每个班多少人 五十多人 你当时小学的时候 学的最好的是哪一门 或者你最喜欢的 最喜欢的美术课 就是老师 在黑板上画出来 然后我们去照着画 老师有时候 老师会让我们 就自己 在本子上 老师说画什么 然后让我们自己想着画 那你觉得你画什么 特别好 特别像 画怪物 而且他们最远 像周末的话 北京 就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身边的人 大家都会带自己的孩子出去 不管是接触自然 什么科技馆 各种馆 应该都去变了 但他们没有 应该说是属于两点一线 就是老家和北京 如果是过年 经常回去的孩子 那还有一些 没回去的孩子 可能就是家里学校 他们都很少去 北京周边的景点的 就是你问到最多的 就可能鸟巢 极少部分人 可能是去过长城的 就大部分都没去过 这个特别震惊 就你说他对北京熟悉吗 他不熟悉的 就很多人 他自己坐地铁 都还很胆怯 因为父母没时间陪他嘛 他自己也不可能 自己出来玩 你要说 他是不是生活在北京 那就只能说 他生活在北京的学校 和家庭周边的这个位置 其北京以外的世界 它是很陌生的 以前在北京生活的话 你爸妈 会给你零用钱吗 有时候会 你都拿这些钱 买吃的 学高 平时会跟爸妈 出去玩吗 在北京 不会 因为我家长比较忙 去过长城吗 天安门呢 去过 故宫 没有 只去了天安门 对 我哥 有一次从 从老家回到北京 带我去 带我去一个地方啊 是一条 艺术街 哇 七九八 对 墙壁 全是 画 然后我哥就给我拍照 对 你觉得那些东西 画得特别好 对 很有意思 对 那他们想要升学嘛 小学生初中 就 幸福民计划的数据里面 北京的党工子系学校的 小学的数量是多于 高中 初中的 就父母确实是 在小学 甚至是初中 就要做选择 就是说 你让不让你的孩子 有一条所谓光明的前途 光明的前途在中国 就是知识改变命运嘛 然后那上大学啊 改变跟父母不一样的命运 在党工子系学校 这样的条件 下上升初中 然后回去中考 而且他们主要都是 劳务输出大神 像河北 安徽 山东 河南 全都是高考大神 像这种 就回去 根本就跟 跟这些地方的孩子 没法拼 所以你要么就 早早地就送回去了 要么就留在北京 上初中 而且北京的初中 确实很少 就像我选的 这个最终的学校 在去年的时候 就招了十九 二十一个人 就招了二十一个人 就其他大部分都回家了 就他们就回去成为六十儿童了 还有一小部分的就可能是留在北京上学 那他们未来会怎么样 我现在追踪了好几个孩子的姐姐 他们就是没有回老家上学 其实成绩都挺好的 女孩子 毕业之后 他们是没有办法上北京的中专的 中专是需要有北京的学籍 甚至是要考试的 它是要通过成绩来录取的 就你基本上在北京像是个黑户 就啥也没有 所以他们连中专很多都没有办法上 所以大部分的人去了北大青鸟 北大青鸟而且学费极贵 因为我现在了解的是 一万七千块钱一年 哇就非常贵 然后而且只学一个两年 就学两年 就他们毕业初中最多十五六岁 学两年都还没满十八 当程序也几乎是不可能 那在北京 然后前两天见到一个孩子的姐姐 她就北大青鸟毕业了 花了好几万块钱 然后证书也拿到了 但是去公司应聘的时候 人家说你才十七岁 你都不满 就不说能力了 所以她现在又返到一个超市 去当营业员了 就所有的一切 就是就给到他们 就看似是有出路的 其实就像前面说的 就全都堵死了 就试了一圈就回 就还是回到原点 从大城市回到乡镇的流动儿童 立刻变成了留守儿童 方言 气候 生活习惯的不同 让他们陷入了另一种困境 成绩下滑 体罚 甚至辍学 对他们来说也是家常便饭 在这一年间 何染通过线上和线下的方式 和孩子们保持着联系 她想要弄清楚 在他们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就目前为止 我这边就了解到的这些孩子 反正回去之后 特别是前一个月 我们有一个Q群 就是这个项目的Q群 他们就在群里刷屏 就说 我居然发了30本练习册 长这么大 我第一次知道 作业这么多 就他们以前会在北京 就确实会有学生 说北京的教育质量 因为他都不参加北京的统考 他都没有一套系统的标准 说评判这些孩子成绩好不好 所以他回老家之后 是和这些千军万马的孩子 想考高中的孩子 在一条水平线上 见识到的东西 跟他们北京完全是不一样的 然后还有说 我座椅完全写不完 9点就寝室熄灯 我还打着我的手电筒 躲在被子里写作业 还有会说 我的体育课 怎么体育课 因为他们会考 是要考体育成绩的 然后老师 跑800米 我也是超长跑四圈 我根本就跑不下来 然后就说 就是各种抱怨 我觉得作业特别多 老师很严 你们那个班有多少人 60多人 快70人了 我觉得是 最初一开始 家长没有 没有用 很好的方式来教导我 然后让我养成了 不爱学习的习惯 就是同学写作业的时候 他们总是把作业早早写完 然后我还在打游戏 拖到很晚的时候 我在写作业 就有时候很晚的时候 就先把作业赶紧 赶紧用手机搜一搜 然后赶紧写完 然后就一直玩 我写 姐姐在北京的时候 我们曾经做过一个 儿童 就是权力日 就有一个议题是 老师为了你好 就你考试没考 打你 这算不算暴力 当时 就大部分人 其实是一致的 会说是暴力 就他们的认知 就是这样想的 那回家之后 就我调查的 追踪的这些对象 就是百分之百的 全部都被老师 所谓暴力过 如果按照北京的这个标准 就他们会定一个标准 比方说语文 数学这一次是80分优秀 然后每到80分的 就差一分就打一板子 还会有那种 单课的小测验嘛 几乎上了新课就要默 错一个老师 我都不想打你们 你们自己删自己 这个对学生来说 他就觉得他开始回去 他就觉得特别不理解 就老师为什么 他自己会觉得 就伤人耳光 就是十三四岁的孩子 是我完全知道 尊严这些事的 但他后来发现 班上成绩最好的孩子 同学也被删 大家都习以为常 他自己后来 又觉得习以为常 嘉嘉那老师管了盐 没有北行的这么宽松 你们现在的话 班上是有班规对吧 对 班上不能说话 然后说话还发钱 就有专门管 管纪律的 然后记名 看见谁说话 然后记一个本子上 到放学的时候 写在黑板上 然后就要交钱 交多少钱 记一次名 交一块钱 七年级开始的时候 就是老上 后面就 不经常 有没有别的事 就是上学的这个过程 让你特别期待 放学 睡觉的时候 放学 所以返乡回去之后 特别是前两个月 就是对吃的呀 语言啊 这种教学的强度啊 老师的严厉呀 还有就跟父母分开嘛 而且大部分都是住校的 就这是他们没有的 几乎他们在北京 虽然说 父母在所谓的素质教育这块 就可能关注的更少 但是吃住啊 就还是宠的挺厉害的 就比方说衣服不会洗的男孩子 特别多 但同时说回来 就我们自己也发现 一个学习之后 就七八个月八九个月 到现在 你再通过问卷和反弹 你会发现 大家全部都适应了 但那个适应是 就像我刚刚说的 唯一的选择嘛 不适应环境 就要被环境灭掉 就他们好好的活下来了 就是他们活下来了 对很多父母来说 如果想要通过学习 改变孩子的命运 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 回乡 是唯一的希望 但是对于孙俊峰来说 这个希望格外渺茫 就去孙俊峰的学校的时候 因为我想去看看 他的学校的情况嘛 那次去的时候 就刚好碰到他的书伟老师 书伟老师是一个 四十多岁的老师 看上去还挺柔和的 然后笑眯眯的 问我是不是来找孙俊峰呢 我说是 然后艺术 然后马上脸色就变了 然后声音就开始 嗓门变大 就会 你们 你是谁 你孙俊峰是谁 我说我是他一个姐姐 他说你们这些家人 真是的 怎么 就怎么当人家长呢 就把他一个人 丢在这儿 什么都不管 他在学校犯了事 我都不知道找谁 我说您可以 给他爸打电话 他打电话有什么用啊 他说 我说了他 我给他爸打电话 他爸还不在电话里说 有用吗 说他有用吗 他就把孩子 一个人丢在这儿 啥也不管 那么他也不负责任 老师也很气愤 我当时就有点尴尬 我就跟他说 因为他在北京 上不了公立学校 没有学籍 他就回老家 就必须上公立学校 就是有学籍 可以中考 他现在这样 能考上高中吗 他考不考得上 我现在还没说 就是他成绩之下 肯定是考不上高中的 那你还不如让他 在北京之下 有个人管着他 那初中三年 指不定比老家学得还多呢 就是你把他放回了 也考不上的 但其实孙俊峰 爸爸现在也是有数的 就他知道 他自己儿子 从小到达成绩 而且孙俊峰家 有个哥哥 就四年的 这个哥哥当时 跟孙俊峰情况一样 初中小学毕业之后 六年级 转向回老家上了 初中高中 他哥哥最后 考了河南的一所 私范的大专 私范的大专 然后现在在 中国电信工作 就中国电信 就是县里面的 封公司 然后他哥哥买了车 然后贷款买了房 就毕业几年 他爸爸就觉得 对啊 哥哥就改变命运了呀 那即使大学考的也不好 就是个大专 但是跟他不一样 就他看到过例子 在他前方 就他就不愿意放弃 那一丝丝 他想要的那个希望 包括他父母 返乡 这个事情 是没有问过他的 就是爸爸妈妈 就是一直 中间摇摆不定嘛 到底要送不送他回去 最后决定了之后 就跟他说 那你回去 回去上学 所以 他是一个 基于父母安排 其实在某些程度上 是一个听话的孩子 是很敏感的一个孩子 你家里人 怎么跟你联络呢 新年有新天的时候 会答 他们 经常问你什么呀 经常问我 过得好不好 吃饭了没 这样 还有学习 这样 你一般都怎么回答他们 过得好不好 我就说 很好啊 可是你 你内心觉得自己 一个人过得好吗 不算太好 你觉得你最需要的是什么 需要一个朋友 我们现在了解到的 就是基本上 回去的孩子 80%以上 更想回来北京了 就即使是一年过去 你问他 就是 就像他们经常说 我的 我老家的房子特别 他北京大好几十个 就楼上楼下 他北京就一间房 住啊 睡都在里头 但老家空的 啥也没有 我觉得我看到 农村就是基本上 老人孩子多嘛 然后也没有 所谓的装修 就基本上 只是有床 有简单的柜子 然后做饭 就是很 很简单的东西 对他们来说 是很空旷的 就北京的房子 虽然很小 但是是满的 就像北京 占满他空间的 除了那个 出租房里的 柜子 床之外 还有朋友 还有父母 还有他熟悉的 所有的一切的东西 我们永远无法说 陪伴这个词 他到底能 给一个人 带来什么东西 就很有意思的一点 比方说 我们身边有 很好的闺蜜 失恋了 他自己哭 和你陪着他哭 递个纸 是一样的哭 那我们作为朋友 我能帮到他吗 我不能 我就坐那 也不说话 那你说 对他来说 有不一样吗 空间上的不同 就说孙俊峰 他自己回老家上学 我躺在我的沙发上 玩手机 我的那个空间是 两百坪的大房子 然后楼上楼下 还有大院子 可是之后 没有一个人 因为他那个 房子经常没有人睡 然后都是杂草 然后非常安静 就只有他的声音 用命号说 他特别安静 还没有人打扰他 还一心往荣者 那这种情况 和他在 嘈杂的出租屋里面 他妈妈在做饭 或者是他爸爸 出去送外卖了 他爸爸也不陪他说话 可能就干自己的 那不同在哪里 可能我也看得 不那么明白 就像空气 当时说的文艺一点 就是他就需要 在那样的环境里 感受到人的呼吸 亲人的呼吸 即使没有什么 所谓的表达的东西 就是需要自己 一个人生活 所以很不适应 一个人住一间房子 那你吃饭怎么办 买着吃 饺子 粗动水饺 我经常跟 就是我们自己的 问卷当中会有一条 那其中有一条 就是你相信知识 是改变命运的吗 因为这个在返乡 第一次的时候 我们去家访的时候 我们也会 折衷地去问一下家长 他们为什么选择 送孩子回去 所以家长那边的 议题就是 为了改变命运吗 就如果你将来 不读书 就要跟我一样 去卖菜 如果你不读书 就要像我一样 早起去开地市 如果你不读书 你将来就跟我一样 就这么辛苦 所以这些孩子 是很清楚 自己背负着 怎样怎样的使命 回家的 学业对他们来说 是非常非常大的压力 就但你要问他们说 你觉得读书 现在可以改变命运吗 就这个问题 到现在来看一年之后 就会发现 有一些人的那个 选项是有变化的 就对他们来说 就家长的那个 英气的期盼 他们是非常理解的 但这个完全是 不能说服他们的 就在他特别 不擅长的地方 他做不到 就他也想成绩好 可是他 他没有办法 让自己的成绩好 就没有人可以帮他 而且所有的人 都在告诉他 成绩好多么多么重要 所以他非常非常有压力 想过爸爸妈妈 在北京生活 觉得辛苦吗 有 他们晚上不回来的时候 晚上需要工作 然后就觉得 很辛苦 这种会是一种动力吗 觉得自己要好好学死 有 但是 过一段时间 我好像又忘记了 然后又缠迷于游戏 所以他自己 会这样说 我喜欢 你看晚宝墙 农村出来的 没上多少学 但是他最后成了一个 很有名的演员 就给他看到希望 会觉得说 我也可能通过这方面 来改变命运 就是 所以我虽然知道 上学很重要 我可能也达不到 那个要求 但是我好像 还有别的出路 所以 就他们 就现实当中 很多自己达不到的东西 或者是他觉得 这条路走不通了 他很明确知道 说父母让他读大学 他可能不能实现 那其实现在 冲刺在他世界当中 那个引导的东西 貌似好像 让他看见了 另外的一扇窗 我觉得这也是 我很担心的地方 采访当时 正值暑假 何老师告诉我 因为成绩太差 孙俊峰被老家的学校 退学了 虽然孙俊峰 很想回到北京 上初中 但他的爸爸 还没有放弃 一直在老家 给他找学校 制作这期节目的时候 开学已经两个月了 我们获得了 孙俊峰最新的情况 他已经回到 北京的 打工子弟学校 正在就读八年级 对于这群 漂流无根的孩子来说 两年后的中考 将是人生河流的分水岭 有些人会奔向 他们的大海 另一些人 则会永远寂静下去 我想用作家 袁林在他的 非虚构作品 《寂静的孩子》 序言中的一段话 来结束今天的节目 他们并不遥远 就在我们之中 一旦我们打开眼睛 和耳朵 会发现世界 不再寂静 布满了条条 奔腾的瀑布 每个人的生命 都是一笛 颇见的水珠 今天这位讲述者 何冉所在的新公民计划 是一个从2007年起 就专注于流动儿童 教育议题的公益机构 他们的总干事 魏嘉宇也是我多年的好朋友 这些年 我眼看着他们 默默地为流动儿童的权益 到处奔走 那为了解决流动儿童 课外图书匮乏的问题 2017年 新公民计划 启动了 微蓝图书馆项目 动员和组织志愿者 走进打工子 低学校和社区 唤醒沉睡中的图书馆 作为一个前图书馆员 在今年的六一儿童节 我也是有幸 受邀当了一天 微蓝图书馆的馆长 给孩子们 讲了几个绘本故事 如果你也愿意 支持微蓝图书馆 给孩子们的书架上 多填一本书 可以到故事FM的微信公众号 点开今天节目的推送 扫描文末的二维码 参与月捐计划 谢谢你的支持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亲历者自述》的 声音节目故事FM 我是主白哲 本期节目由野卜制作 声音设计孙泽宇 感谢你的收听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